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刻幸运时就砸在了一位17岁的女孩身上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杨丽金 1968年在台湾省嘉义市 一个小女孩提哭着来到这个世界 带着美好的祝愿和希望 父母为她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 杨丽金 继承了母亲的颜值 杨丽金从小就长得很漂亮 像个洋娃娃 看着电视上长袖善舞的舞蹈演员们翩翩起舞 非常优雅 杨丽金的内心里也埋下了一颗舞蹈演员梦 眼见着女儿喜欢跳舞 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的父母 早早就将杨丽金送进了幼儿舞蹈培训班 接受舞蹈训练 那时候杨丽金还不知道的是 命运会给她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走向 十几岁时 杨丽金考入台湾省国光艺校 开始系统性学习舞蹈 同时也开始出现在各大舞蹈比赛的现场 婀娜的舞姿 婉转如同一只漂亮的蝴蝶 深深地吸引着评委们的目光 再加上一米七零的大高个 很快便让杨丽金成为舞台上的焦点 读国光艺校时 杨丽金还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份恋情 和李志祺谈起了纯纯的初恋 李志祺还有个孪生兄弟李志希 也对杨丽金情深一片 可惜杨丽金唯独对李志祺情有独钟 遗憾的是 这段恋情仅仅维持了四年 由于李志祺到了服兵役的年龄 便因消云散 彼时台湾星探遍布大街小巷 四处寻觅着家人 然后进行包装打造成艺人 有一次杨丽金前去参加舞蹈比赛 被一位轻探发掘 拍摄了一组化妆品广告 懵懵懂懂的杨丽金就这样走进了摄影棚 更令他想到的是 很快一颗幸运的石头就这样砸在了他的身上 进入广告圈之后 由于长相靓丽 杨丽金很快受到演艺圈大佬们的重视 从广告圈挖掘杨丽金开始演影视剧 1986年 杨丽金便陆续接演了 《大琴英雄传》 《历鬼缠身》 《烽火佳人》 《黑道兄弟》等影视剧 舞蹈功底扎实的杨丽金 在武侠剧里如鱼得水 私事完全不输专业演员 1988年 和老戏骨张成光搭档出演武侠剧 《禅艺传奇》之后 杨丽金就收到香港影视圈的邀请到香港发展 初时杨丽金也没想到 第一次去香港演戏 就会因为一部戏而一炮而红 从此一跃成为一名打女 成为万众瞩目的杨子琼接班人 早在1985年 杨子琼就因为出演《皇家师姐》而一战成名 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之后为了力捧杨子琼 公司又接二连三 推出了《皇家师姐》续集 以及《皇家战士》 可是在1988年 杨子琼忽然决定吸引嫁人 《皇家师姐》的续集拍摄就搁浅了 公司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个大IP 决定扶持新人 20岁的杨丽金顺理成章 不为杨子琼出演了续集 90年代的香港 武打片竞争激烈 不少新人不断冒头 还有一些是专业武打演员 像李赛凤 大导游嘉丽等等 想要在这个圈子里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拼命 用替身也会受到同行的耻笑 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 杨丽金的拼命在圈子里也是出了名的 受伤也是尝试 1997年 杨丽金搭档拳王周比利 拍摄《火头大将军》和周比利有一场打戏 原本两个人商量用错位踢脚 可开拍的时候 周比利没把握好节奏 一通连环踢直接击中了杨丽金的胸口 令杨丽金当场休克 醒来之后 为了不耽误进度 杨丽金又强打精神 完成了拍摄 可他想不到的是 起年后 这次被踢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回去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 自己的十字韧带各断了一条 要知道周比利曾先后夺得 加拿大轻量级自由搏击冠军 世界轻中量级自由搏击冠军 是世界级拳王 进入演艺圈之后 和李连杰 甄子丹等去星都有过合作 即使是武打经验丰富的李连杰和甄子丹 在和周比利合作时都分外小心 担心她的铁拳会把持不住 伤到自己 更何况是并没有真功夫的女演员杨丽金 1998年后 杨丽金逐渐减少了打戏的拍摄 逐渐转为文戏 1999年还受到张国立的邀请 拍摄《铁齿铜牙》季晓兰 在剧中出演《莫愁》一角 成了内地不少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 可也是在这一年旧集复发 杨丽金才发现 当初周比利那一脚到底是让自己难以承受 有一天醒来她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 连忙叫两个好姐妹将自己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 杨丽金心头一凉 医生告诉她脊椎受损严重 以后已经不能有太剧烈的动作了 不然有可能会全身瘫痪 对于一个正当红的武打女演员来说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可是在生命面前 名利都是浮云 只有养好身体才有翻身的机会 为了改变身体的状况 杨丽金开始积极锻炼 用瑜伽来辅助身体的恢复 令杨丽金想不到的是 在瑜伽方面自己居然有些天赋 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了一些心得 还出了书 拍摄了瑜伽教学视频 收获了不少粉丝 当然通过开瑜伽训练班 也获得了不少的收入 所谓失之东鱼 收之桑鱼 大概如此 2010年 杨丽金客串了电影大玩家 Cosplay相帅传奇里的上官无几 白衣还是那些白衣 但总感觉哪里变了 随后在大玩家宣传的时候 杨丽金的脸猛然有了蛇精脸的趋势 众人感叹的不是美人耻目 而是美人终究对自己的脸下手了 更狗血的是 陷入整容风波的杨丽金 把自己的闺蜜告上了法庭 事情的起因是他和闺蜜 一起出席活动拍了一张合影 闺蜜只顾把自己变美 却把杨丽金的脸披得变了形 杨丽金很生气 先是放出了原图 然后把闺蜜告上了法庭 光澄清还不够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整容 杨丽金还开了个发布会 拿出了医学鉴定 现场杨丽金胜利俱下 否认自己整容 并且整容的传闻已经让他深陷抑郁情绪 根本没办法入睡 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 可再这么澄清 杨丽金的脸还是肉眼可见的变了 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演过主角 他参加的所有作品 脸部都有一种崩坏质感 之后杨丽金的每次出现 都一次次在瓦解 因上官无几 萌生的滤镜 在感情方面 杨丽金又迎来了新的打击 杨丽金又开始了一段新恋情 和李志祺分手之后 对方是一个日本商人 控制欲极强 不允许杨丽金抛头露面 还喜欢酗酒 一喝酒就骂人 酒醒了就求原谅 更令人发指的是 此人还勾搭上杨丽金的两个闺蜜 脚踩三只船 杨丽金实在忍无可忍 提出了分手 但是对方竟然以不雅照威胁他 吓得杨丽金申请保护令 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虽然甩了渣男 但也留下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阴影 去香港发展 事业蒸蒸日上时 杨丽金又和圈外一位音乐才子相见 本以为找到了如意郎君 最后发现也是一位渣男 五十岁时 好不容易谈了一场恋爱 又因为是姐弟恋 两人的年龄相差巨大 保持外界争议 可杨丽金还是一无反顾 不顾争议的和对方走到一起 谁知小男友比前三任男友更不靠谱 小男友控制欲极强 两人几乎没有话题 杨丽金一度想分手 可每当提出分手 对方就以死威胁 甚至杨丽金只要分手就跳楼 好不容易分手了 对方依然反复发信息索要金钱 并不断骚扰 发不雅影片威胁他 还杨丽金要颇硫酸 看你以后怎么当女神 最后杨丽金不得不将小男友告上了法庭 随着年龄的增长 如今已经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只有他偶尔出席一些活动 才能对他的近况略知一二 虽然脸上是满满的网红感 但身材依旧窈窕 玲珑有致 杨丽金一直表示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回荧幕 做他真正喜欢的事情 但事事就是那么吊诡 如今的杨丽金每次登上热搜 不是狗血八卦 就是社会新闻 昔日第一打女 功夫皇后的境遇实在令人唏嘘 与其说童年绿尽碎了 不如说是人长大了才发现 从初晨的角色中跳脱出来 杨丽金只是杨丽金 曾经的轰轰烈烈 寺院纠葛 不过都是过眼云烟 浮华看尽 最后都归于平淡 只愿他能够寻觅到 内心的安稳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一姐的话别忘记 点点关注哟